我未生猴子多次因為搶食物 打人而引起熱意 但近日發生了人喉糊的情況 自發在3月3日 網絡上風傳的影片顯示 當時人謝先生 喊在欄杆上 先用手摸猴子的肩膀 猴子疑似是感覺到受挑釁 於是瞬間抹大口 想上前攻擊謝先生 謝先生見到這樣就立刻避開 向猴子揮拳 擺出搏擊的架勢 想放你一拳我一掌 展開搏鬥 但都被對方避開 其他猴子見到同伴被攻擊後 都立刻上去幫忙 但都被謝先生作嚇走 謝先生說 自己是練過自由搏擊 當時是條件反射才與猴子互吐 他還說他是有留守的 呼籲大家千萬不要模仿